黄帝威处的NC 确实可以 而且 应该会满足外车 哈喽 你今天终于第一了 希望 希望大家不要说我的 不要说我的头 油了好吗 晚上好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这个刘海 她就是长不好了怎么办 然后第二是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头油到 都吹不起来的 她头太油了 没关系 我今天晚上会洗头的 我今天晚上会洗头的 我不是每一天 我不是每一天都这么早吗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 你 闭嘴 可是没有办法弄它 它就是油了 我只能把它扎起来 放下来更吓人 你们知道吗 主要是我这个刘海 它就长不好 就是它长不好 它在哪里都很多鱼 你们知道吗 它在哪里都很多鱼啊 怎么办 怎么办啊 我发疯眼都不大 我今天就这样子吧 这样子好不好 这样子 我本来想戴帽子 但是我觉得戴帽子 会不会 会不会不好 你怎么能转推呢 你的头发就转到我头上了 你居然还转推 它就是假发大户 那可以 那要助你考过 它就是假发大户 你们一人重仇一点头发给我 我去吃饭的时候 我就不用把我的头发 我今天 等一下 我要坐得近一点 毕竟呢 我是个瞎子 嗯 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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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 我怎么能剃光头呢 怎么能让我剃光头呢 真的无语 好奇怪 好奇怪 你今天好早 好奇怪的头发 大家不要看我头发好不好 真是 我明天还有事情 所以说我本来想 我本来想着今天直播 洗一下头发 但是呢 但是因为明天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没有味道 我明天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可能要去学习了 我可能要去学习了 我要去进修了 我要去进修了 我报班了 我报班了 你们知道吗 真的 真的 我去报班了 对 我去学习了 我去报班了 就是上那个 那种 上那种 心理素质的课 我哪里没有文化 我哪里没有文化 我现在在狂补知识 对 我现在在上那种 心理素质的课 然后呢 然后上了一节网课 就是关于心理素质的网课 然后马上要去线下学习 要去见那个老师 就是 然后让那个老师 让那个老师 再教我一点 就是更多的东西 就是他这个包含很多 他 他不是 不是被骗 他真的很有智慧 这个老师非常的有智慧 他什么都会 啊 好奇怪的 头发 等一下 我要带个带个东西试一下 算了不带了 不是 他什么都会 他真的什么都会 谢谢不致命人士的一门帮 他真的 他就是 他的心理素质特别好 然后呢 他也会英语 然后也会就是 语文也会 就是熟读的那种 我就跟他交流 让我觉得 让我觉得 如鱼得水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如鱼得水的意思吗 绝对不是骗子 我真的要上课了 非常靠谱 非常靠谱 你们相信我 把靠谱打来公平上 真的相信我 我明天特别重要 明天就是学习的一天 真的很重要 明天就是消息 不是那种骗子 我刚刚李老师 没有被洗脑 我的智商怎么会被洗脑呢 我这里好凸啊 我要不要真的带一个那个 然后他还教我算命 你们知道吗 他教我算命 我要把这个带上一下 哎我今天就露半张脸吧 好吗 这样就 你们就看不见我这个粗糙的头发了 他是这边 然后实际的受伤 这样你们就看不到我粗糙的头发了 怎么就能是精神医 什么医生呢 啊 不是他真的很厉害 他还教我怎么算命 他还教我怎么算命 我学会了一个特别就是 特别好的一个一个算算运 很靠谱 你们相信我真的很靠谱 真的很靠谱 我 然后 然后我 我那个 我不是要画头像吗 其实我是一个十分的 嗯 这种事情怎么能算呢 这种 这种事情 他不需要算 这种事情 他不需要算 大脸你在说什么 真的他可会算命了 晚上好呀 他可 可会算命了 我大概可能三场以后可能就用了 这个东西吧 我 哪里大脸 我是那个 我是哪个队的 我是 ft的 ft的 ft的第一 ft的 ft的c位 ft就只有我一个人 哎 那不让ft 那个 那个 那个小周 小周 今天真的笑到我了 那个张老师真的笑到我了 我要笑死我 我怎么今天口红的颜色这么奇怪 是个拜托做事绝不会拒绝的 是不是太 是不是太太太深了颜色 嗯 我觉得我今天整个人都很奇怪 怎么会有这样的头发啊 怎么怎么会有这种刘海啊 怎么会有这种刘海啊 你和对方跟你交谈后就知道你怎么好相处 很怕麻烦别人什么事情都自己来 不想给别人看别人看别人 哎呀我我我我能不知道吗 我要你提醒我 嗯好奇怪啊 嗯好奇怪啊 其实蛮准的我觉得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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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样才能把它补救一下呢 为什么这些人 我怎么才能把它补救一下呢 我带着这个试试 带着这个试一试 等一下 等一下我 你没有自尊真的吗 真的吗 没关系 没有自尊的人可以混得很开 等一下我带个这个会不会好一点 因为没有自尊的人 我带个这个会不会好一点 画好像不是很好吃 会好一点点吗 这车等下再回来好 好多了是吗 那就带着这个吧 谢谢脱落了你 哼 不是你知道那天我跟你画头像的时候 我本来一开始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 谢谢814的1磅 还有小粥的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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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名式的奶茶 还有814的草莓 你还有坏坏的奶茶 不是 不是 我那天 那天说到画头像 我那天给他画头像 我本来是 是加了眼镜的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加了眼镜的 但是 就加了眼镜感觉就是哪里都怪怪的 因为我 我画的不好 我就没有加眼镜了 我就 后面我就没有加了 然后 第一次有人说我眼带 我刘花也很多 我头发也很多的 你们不觉得吗 什么确实 我明明是我的多 我头发这么多 小心我叫黄老师咬你们 我下次 我下一次 我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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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不太会讲话 马上 那就 那就 你那个头套 你那个绿色的头套 你在拿那个绿色头套唱歌的时候 我真的很在那笑 你知道吗 谢谢白虎 真的没回事 我真的在笑 太好玩了 你知道吗 你唱的是什么歌来着 你唱的什么歌来着 其实今天是因为头油了 才带一个这个 我真的憋得太不容易了 哦真的吗 唱的是小心翼 感觉SUJ也很久没有来了 SUJ SUJ 是那个意思对不对 SUJ是什么意思来着 因为我特地这个这里都 是糖对不对 SUJ是糖 不是 他以前叫SUV 但是现在我知道他叫SUJ了 我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你管我 这个白虎子的巧克力 这不是J吗 SU 对呀 就是呀 人家的名字就是SUJ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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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跳那就是SUV好了 哎呀 烦死了 我都说了不要再提这个事情了 你们真的很烦 哎 谢谢五媒的玫瑰花 你们可不可以把名字改成五媒一样子的 我怎么可能分不清呢 我明天就去上课了 期待我的蜕变吧 到时候我学成归来的我 就不一样了 懂吗 不一样了 整个人我就升华了 我怎么会被骗呢 我才不会被骗呢 被骗的肯定是你们 被骗的肯定是你们 小周每天串门 他每天都在串门 不可能我跟你说 人只会越来越聪明 不会越来越笨的 你们知道吗 谢谢白胡子的奶茶和姻缘棒 我为什么 你们没有发现我最近 你们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什么 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什么不一样 我有一次好像是脸上过敏 给你们一点提示好不好 你们 你们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哪天 我不是 我不是每天都没有化妆吗 我把这个给我近一点 我这样做的真的很累 我哪天 哪天没有 对 我的嗓子呀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的嗓子 有点沙哑 就是可能最近最近用嗓过度 然后嗓子 没有吗 怎么会没有呢 我就是最近用嗓过度了 就是哑了 我的膝盖还轻了 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 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一下 尖叫草啊 你知道我还在直播的时候 对我好一点吧 好吗 你们都对我好一点吧 看我绿茶吗 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伤露在这儿 然后你们快点 然后你们要问我怎么样 我就说 没有事情 没有关系 不小心练舞的时候磕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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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尖叫草的巧克力 虽然过几天会好 虽然过几天会好 但是他痛的时候也是很痛的 你们知道吗 不是说我脸大 你们不知道 我今天你们知道我今天想说什么的吗 我今天看到一个翻牌 然后呢 那个翻牌就讲他 就是讲他的梦想 讲他的理想 对再不露伤就好了 我这里其实也伤了 你们能看到吗 好你们好像看不到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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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好了 没关系 没有现在还没有 不是 就是他给我翻牌 说他的 说他的理想 然后说他很 很那个什么 就是向往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我很真情实感的回复了他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太 就是他说的很那个 你知道吗 甚至我都就是想到了自己 你们知道吗 他说的很真情实感 然后就这个 这个翻牌就是影响到我了 然后我最近在做一件大事 在酝酿一件大事 但是这个大事还不能跟你们讲是什么大事 你们很很快就知道了 你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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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很 那倒没有 你的 你的 小A的 小A的跟我翻牌还提到了别人呢 小A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小A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哦对了 我会一个算命的 我来给你们算命好不好 你们看这是什么 这是陶Z 扑克牌 摇记 扑克牌 你们知道 我最近 我最近 这个 这是我的那个老师 我的恩师交给我的 他呢 我明天要去 跟他面对面的 然后让他再辅导一下 摇记 让人摇记 摇记 知道吗 高级扑克牌 高级扑克牌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很高级 叫什么 高级精品 扑克 买彩票 中大奖 买彩票 中大奖 现在怎么今天进来 我没有看见他 让人头像很好看 不是 真的很好 我来给你们洗一下 我该怎么洗 就是 那个领导 你们谁先来 你们谁来尝试一下 我不敢说 你们谁来尝试一下 我也不敢说领导放 是沙头的大队 我们来那个吧 我们来抽吧 好不好 我们来随机抽一个幸运 幸运 啊好不好 我们来抽一个幸运 好不好 别问 问就是不知道 好 没有人 那我就 我先那个好吗 我先那个 我先发牌 这个是需要发牌的 我们来抽吧 我们来抽吧 小波 等会儿跟我 小波 没事了 谢谢白胡 小波 我们那个吧 我们来抽吧 好不好 就是 1到10个数字当中 我写一个数字 然后你们随机打 然后 你们跟我猜的数字一样 然后 就那个 好不好 我还没有开始呢 我现在来 我现在先选一个数字 好了 我选好了 是那个喜欢 你们在顾名上 快点把数字打了 快点快点 你们太坏了 只有数字 我要失业了 我现在已经选好了 你喜欢的rap 今天周围 不会吧 十个数字 十个数字 哎 不是数字 他是1到10里面 1到10里面 只能从这 这10个数字里面 选 现场 对 但是可能是那个时候 失业了 来家庭路摆下算命 失业了我就 失业了 我就摆个摊子 我就坐在家庭路门口 哦没有1是吗 哦对哦 旁边谁啊 旁边是张然 那就是2到10吧 好吗 2到10 哎不要 那就不要那个 那就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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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要A 那就不要A 那就不要 我好像手机又没有电了 我好像看不见你们的弹幕了 我要充个电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都听到这个熟悉的充电声吗 啊怎么这样啊 怎么2到10个数字里 怎么2到10个数字里 都没有跟我相同的 都没有跟我相同的 是4位真的是4位 真的是4位 我真的是随便拿了一个 我随便拿了一个 我真的是随便拿 这次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概率 没有任何的那个玄虚 下下不知名的 啊是吗 哎没有没有 再增一点的话 就是上海话 不是 你们知道吗 对 说到说到那个 说到那个 说到那个 迷信 你们知道 有一次 就是我 我那个 算了这个事情还是不说了 这个感觉 如果大家迷信的话 一定不太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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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那游戏 对吧 游戏有什么好玩的 有我这个扑克好玩吗 谢谢白胡子的奶茶 我现在来 好开始 开始 这个事情呢 它不是 它其实重点不是在测你 它是测你跟你身边的人 你们怎么骂 知道吧 不要拒绝封建迷信 我现在就是 这其实是 它是 就是测你跟你身边的人的 就是关系 然后我现在开始 来发牌了 我现在绝对的公平公正 我现在来发牌了 我现在来发牌了 然后呢 然后呢 不是 可以 不是寡王 你们知道吗 性感核观在线发牌 然后呢 你只有四次机会 你只有四次机会 我当然知道 这个不是那个 网络用语 然后你只有四次机会 你只有四次机会 我现在开始算命了 白胡子 快点 我要算命了 不是算命 我要算你跟你身边的人的关系 然后现在只有四次机会 现在就是 现在呢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从那个一到十二个数字里面 你选一个数字 你先选一个数字 你就是就是你这个人 我现在是神婆 七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 七 然后 大概是长毛 然后四川话也很好 哦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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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我那个师傅还等一下 我抽到了小鬼 但是我师傅还没有教我小鬼 我的师傅还没有教我 还没有教我小鬼是什么 等一下 重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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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他还没有教我 哎呀 别别那个嘛 别那个 等一下 等一下 重新再洗一下 重新再洗一下 忘记忘记忘记 刚才那个事情 忘记那个事情 忘记那个事情 来来来来 不要打扰我 不要打扰我 等一下 忘记忘记 好 我现在重新发牌 我现在重新发牌 重新发牌 重新发牌 你们 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给我礼物好 我看不见的 因为神婆要保证她的那个 专心致志 等我算完了以后 等我算完的啊 然后好 现在可以了 1到12个数字里面 随机选一个数字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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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7是吧 1234567 好 你抽到了什么呢 你抽到了这个黑 黑心 知道吧 不要嘛 算嘛 这很好玩的 你们抽 抽到这个黑心 然后你要算你跟谁的关系 我把这个牌先换 你要算你跟谁的关系 等一下 我来看一下 不是 不是 这个黑心呢 它是代表着什么 这个黑心代表的是 就是你最近要那个饮食清淡一点 千万不能太刺激 为什么呢 因为 它这张牌呢 就是 就是代表着你身体最近 最近 最近会有一点点 黑 黑 黑桃就是黑心嘛 这是不是黑色的心 对 就是你最近的身体有点虚 是不是觉得很准 你的身体是不是最近真的有点虚 甚至黑心 小波及是黑心 我没有骂呀 就是 你跟着我去干嘛 不是白胡子 现在是那个谁的 现在是那个 背景音乐 现在是坏坏的时间 少数快告告 就是黑心 这个黑心呢 代表着你最近身体呢 就可能有点虚 你给你啊虚气 提心 提心你要多吃一点清淡的食物 小心 小心 那个 不是 不是 等一下 他不是 他不是说你有毛病 他是说 你最近要注意 但是最近 你要注意 你的身体 你要注意身体 你知道吗 你要注意身体 你一定晚上吃啥了 好 然后下一张 嗯 对 严肃一点 相提果 严肃一点 然后 下一张牌 真的 然后下一张牌 下一张牌 下一张牌 十二是吧 等一下 十二等一下 我 我真的不是 我真的不是 你轻一点 不行 我孝子林嘉宜 我当时给你算命吧 不是 我洗牌了 我发誓我绝对洗牌了 你看你前几天 你前几天 刚吃那个 哥老官 对不对 哥老官 是不是被检测出来 他有那个毛病 是不是 他提醒你之前 要喝粥 吃的清淡一点 真的 他不是 然后好 之前两张牌 关于你自己的 就到此为止了 就到这了 然后下面呢 你要从你的数字里面 一到十二里面 你选一个数字 然后选一个数字呢 然后 然后再选一个人 这就是十二 然后再选一个人 就是代表着他 对你的想法 他跟你之间的关系 你从一到十二里面 选一个 一跟十二线 已经没有了 从二到十一里面 选一个 救命呀 这个 这个我师傅 他教我的 我师傅教我的 好像就是 他好像就是 好像真的 就是跟身体有关系 三是吧 严肃一点 严肃一点 三 三是 三是红心 三是红心 你暗恋了女生 等下我师傅是怎么教我的 我想一下红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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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让我让我 让我撇一眼 红心是 红心是代表着爱情的牌 对 红心是代表爱情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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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是数字三 然后三的那个 哈喽 我现在在 在给大家算运势呢 真的 对 虽然体虚 但是爱情特别的顺 红心是代表爱情的牌 代表着你的那个暗恋 你的那个恋爱有结果 真的 红心是一个 红心 是应该是熊猫吧 应该是熊猫吧 他好像耳朵有点歪了耶 其实是今天因为投油了 所以说才这样 红心是那个 马上结束了 还有最后一张牌 代表着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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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有结果 然后再选一个 我在算运势呢 我在算运势 六 然后六 然后六 那你 你跟你的有关系的人是谁 跟你有关系的 你要选一个人 就是你要选一个人 但是你也可以不说 还行 对 要换一个人 不是 不换人也可以 等一下 不换人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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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黑桃不是徐 黑桃不是徐 我要干嘛 这个是一个代表着 代表着友谊的牌 这为什么会是代表着一张 一张友谊的牌 我知道了 这就是 这就是 就是懂吗 大家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 我持久了 他是 这是一张 这是一张 对 代表着 小波鸡不要说话 是 友谊 不是 他不是代表着友谊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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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缘分 他是友谊 他是缘分 他是一张感情的牌 懂吗 懂了吧 知道了吧 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一张牌 就是 是缘分 就是这样 然后这综合来说呢 综合来说呢 你这三张牌 的那个运势属于中上 就是 你的运势属于中上 虽然呢 你的身体有点虚 但是 你的那个爱情运还不错 可能会即将恋爱 然后呢 那其他方面呢 也有就是有缘分的人 就是这样子 这这个牌真的还不错 没有缘分 就是 中中上 知道吧 这个运势就是中上 好了下一位 下一位 开始下一位 大家觉得我算的怎么样 是不是很专 最近要吃的清淡一点 知道吗 要算 要要吃的清淡一点 大家觉得我算的怎么样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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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太专业了 真的太专业了 真的很专业 我那个老师他他真的可以 怎么会听不懂呢 怎么会听不懂呢 对吧 算的真好 他怎么怎么会听不懂呢 这个很简单很易短 谢谢SUV的巧克力 还有坏坏的算命费 算命费好奇怪 是运势 什么叫你上你也行 你上你肯定不行 小波机 你现在可是有头像在我手里的 我马上把你画的特别丑 我马上把你画的特别丑 好然后呢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从那个 现在开始 从那个一到 从那个二到十里面 选一个数字 你们快点选一个数字 我现在已经选好了 我现在不看 我现在你选好了 以后你们每天早上 跟我说 我现在你选好了 我先看一眼我自己的 哦从 哦等一下 这是个这是个尖 我现在要重新抽一张 我重新抽一张 大家看哦 真的是随便抽哦 随便抽一张我不看 然后我现在看有没有那个 这是尖 A不就是尖吗 好 好 A就是尖 我看一下有没有幸运 好像还没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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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为什么 哦不是 是一到十 等一下 哦我跟你们说是二到九 对不对 现在这是十 然后我再抽一张 我再抽一张 这不行只能二到十 好我现在抽一张 对 抽一张吃k 等一下 抽了一张k 等一下再再再继续抽一张 好抽到了八 你们谁是八 谁是八 这个好发 抽到了八耶 抽到了八 但是我看那个 我看小A跟白胡子 都那个了 真的吗 好几个八 真的吗 因为这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那你们你们几个八里面 再重新觉住一下好吗 你们几个八里面 啊算了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一个个来吧好吗 等一下 先从先从小A开始 然后再到白胡子 还有还有谁的 还有谁八呀 还有谁发呀 我来洗一下牌 我今天要把牌好好洗一洗 好好洗一下 就你们俩是不是 好 我现在 我现在开始了 那点阿乐的玫瑰花 我现在开始了 我现在真的要开始了 然后从那个一到十里面快点 快点 快点 等一下我把这个东西往这边来一点 他什么头像 他什么头像 我现在专专心算命了 我现在专心算命了 好可以了 开始 开始 从一到十二个里面选一个 不行不行 不能选一个 太脏了 小A 选一个 二是吧 哈喽呀我在算命呢 宝贝 选二对不对 好二 二是一个红星 他是一个红星牌 但是呢 前两个是 前两个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前两个是关于自己的运势 就代表着什么呢 就代表着 就代表着 你可能最近会被约会 你可能最近会被约出去约会 你可能约别人 也可能别人来约你 然后最近你的恋爱运可能会非常好 怎么回事 你这怎么可能 小A这个侄女 不是 你可能最近会跟别人约会 这是一张恋爱牌 这张牌非常的好 非常的非常的 非常的不错 可能最近有人要约你了 你要相信自己 最近要打扮的 花枝超产力点 这是你的恋爱运 好然后第二张 第二张也是关于自己的 第二张也是关于自己的 快点选一个数字 快点选一个 快点选一个 我在小A命呢 9是吧 123456789 9 这是一张 一张黑心 这是一张黑心 他这个 他这个是什么呢 就说明你最近 不是虚 你最近干活比较旺盛 最近 对了 我不要一个 就是我不能一个个解释 你们快点 谁不算呢 在底下解释一下 就是 他这个数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黑心 对 他不是说说你虚 说你最近可能有一点点 干活旺盛 然后熬夜 对吧 你最近肯定是干活旺盛 熬夜 然后压力比较大 黑眼圈会一直在找你 就是提醒你这张牌今天要多休息 然后不要吃太辣的 知道吧 不要吃太辣的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这个 这个 扫波姬都不要说话 然后知道吧 这个黑心 知道 就是最近 饮食要注意 不能 不能就是干论文的时候 然后 就是不顾自己的身体 最近不要吃一些太辣的 什么火锅之类的 好 然后现在开始算你跟别人的运势 开始从这几个数字里面选一个 就是 你可以说那个人是谁 也可以不说 就是你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 哈哈 是 好 现在 现在开始下一个 下一个数字 下一个数字 8 什么1234567 1234567 8 8 不说是不是 这是一张 一张黑心 这是张黑心 这是说明 这说明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这说明什么 你不知道对不对 这是说明 啊 真的很卡吗 不是不是说明你俩没戏 我来看看我老师怎么教我的 可能会 会那个 就是 可能会 会离开 这是一张离别牌 这张牌是离别牌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可以 但是我老师说 说这个可以化解 但是 你不要乱教我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学会怎么化解 就是我现在还没有 不是没戏了 但是你知道 是在人为 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 是在人为吗 不是 但是 这是说明我自己算是准的 对不对 这是一张离别牌 但是 大家要知道 永远永远相信 是在人为 好了 然后最后一张牌 最后一张牌 不是 没有身体虚 这才 这才第二个呢 这不是跟虚没有关系 六 一二三四五六 六 六是一张什么牌呢 六是一张黑心吧 六是你跟谁呢 这 这个人可以说吗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 你可以放心里 然后也可以那个 我 怎么能抽不中呢 这个黑心牌 对 这是 可以是一个人 也可以是另外一个人 最好是另外一个人 因为你跟上一个人 已经有结果了 最好是另外一个人 最好是另外一个人 就是你可以说 也可以不说 可以心里想的那个人 对吧 想好了是不是 这张呢 这个黑心呢 因为跟另外一个人 就是离别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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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张红心牌 知道吗 红心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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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心牌是恋爱牌 这个是离别牌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知不知道 但是 我哪天我学会了那个破解的办法 给你们再破解一下 这个 不是离别 这个 这说明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对 就是 会有一个漂亮的 那 那你会有一个更漂亮的同事姐姐 然后 你会有更漂亮的同事姐 更漂亮的同事 就是父婆姐姐 怎么会没有方块呢 肯定有 知道吧 整体的运势呢 三张黑心 但是呢 这个运势只能说是中等 但是呢 他这个三张黑心里面 突然有一个 突然有一个红心 这说明着什么 这说明着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们知道吗 我真的好有文化 他就说明虽然有三张黑心 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小A会迎来自己的 新的春天 知不知道 嗯 鼓掌我好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 我好厉害 我好厉害 没有人说我厉害吗 没有人说我厉害吗 这个总结好不好 这总结好不好 对不对 是不是非常厉害 是不是 小A为什么 小A为什么 对不对 约了富婆 又是富婆 还又是同事 还又漂亮 还要一起吃月喝酒 这就是 这就是小A的运气到的 小A要把握住 小A把握住 太厉害了 我这个人吧就 就 没得说知道吧 啊 他已经什么 他以 他以欲是什么意思 他以欲是什么意思 以欲也没有关系 以欲呢 就是 友情这关系也很好 好 然后下一个是那个 好 谢谢那个小A的 他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运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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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是什么 啊运势的学费 这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 他以欲 他还能跟你一起出来 说明你们的友情 你们之间的缘分不浅 下一个到白胡子 就是来形容 就像上海来形容 我现在来发牌 退休之后 好可以了 从一到十二个数字里面选一个白胡子 聊天 大胡子快去快快点选一个 中年的 十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我这倒着数不就行吗 这是一张什么牌 开局就拿到了一个红星牌 这个红星呢是你自己 说明你最近呢恋爱运比较好 知道吧 就是或者是你可能要取亲了 或者是你可能要出去约会了 知道吧 这是一张非常好的牌 对春天来了 白胡子春天真的要来了 最近一定要就是打扮的花枝招展一点 然后呢 然后如果要是就是约会的话呢 也就是进展干嘛都非常好 这是一张非常好的牌 红星知不知道 然后这个数字也很大 就说明你这个几率特别的大 就说明你这个几率特别的大 这是一张非常好的牌 开局的运势 就是白胡子 白胡子肯定是男生 但是男生更要打扮的花枝招展一点 吸引 啊没有办法出去 没有办法出去 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什么 你看这个 他是个Q 女人 他是个Q 你看到没有他是个Q 就说明呢 你可能会有一段网恋 可能就在QQ当中 说不定就在我的一元群里 这是认真算的吗 真的认真算的 我也想算算 好我待会儿帮你算 谁教你的 我的一个老师 就是我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说说不定就在我的一元群里面 你可能真的要网恋 QQ是不是 然后代表着微信 代表着网恋 但是就是 嗯什么 是吗 不用QQ吗 是吗 对我的厌恶呢 就比较烦吗 对 这是张非常好的牌 有家 对不对 这是张非常好的牌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张牌 下一张牌 下一张 这是一张什么牌呢 这是一张梅花牌 这张梅花牌 梅花牌 对自己来说是什么呢 我来看一下 哦 梅花牌代表着 对自己来说 代表是名声 代表的是名声 就说明你的名声会特别的好 代表着名声 对自己来说是代表着名声 代表最近的名声会非常的好 你的在你的那个 在你的交际圈里面 你的那个 你的 就像你在口袋里面 你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你的名字会被说的非常的广泛 就是 就是非常好 看到没有 这是一张代表着名声的牌 这是一张牌也非常好 然后下一张 然后下一张 下一张 下一张 下一张是代表着你跟别人的 下一张 下一张代表着你跟别人的 你跟别人的 这张牌呢 是一个方块 第一张方块牌 这是我们今天三个 三个那个来找我那个三月十当中 第一个方块牌 然后方块牌代表着什么呢 你这个人呢 你可以说出来也可以不说 你要说出来吗 你可以说也可以不说 这个方块牌就代表着什么呢 它代表着 它代表着 它代表着财富 精力 它代表着财富耶 哇 它代表着财富 拜一拜拜一拜 它代表着财富 代表着财富 代表着 就是有钱 金光闪闪的 穿的也很豪华 对不对 它代表你跟这个人之间呢 就是 应该会忘你 就是代表着应该会忘你 就是 物质非常的不错 最近就是你跟它之间的联系 就是越多你们之间就会越忘 知道了吧 学到了呗 学到了没 太棒太棒 然后最后一张牌 这个牌 今天呢 这个牌 就是 太棒了 就是 大大 十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 十是什么牌呢 让我来看一下 十 是一个黑心牌 黑心牌 就代表着你跟这个人呢 他不是 就是你跟你跟这个人呢 这个离别牌 我知道了 他好像有另外一个意思 他好像有另外一个意思 他就是说 不仅可能 可能不仅代表着离别 也可能代表着你跟这个人 可能很长时间见不到面了 也叫离别 对吧 他好像就是这样子 我来看一下我老师怎么教我的 我来看看这个老师怎么教 对 就是这样子 他不仅他可能 不代表着离别 他可能代表着你跟他 就是 短时间内 或者长时间内 见不了面 对 黑心牌代表着 就是伤心离别 知道了吧 哇 四个花色都有 哎 这个 就是这 这一副呢 就是白胡子这一副呢 就是 还是非常好的 他这个牌 他这个牌可以算是中 中 不是中了 是上上牌 也不是上上牌 是上等牌 这个牌非常的好 你看 你的爱情也有了 然后你的那个 等一下啊 你的爱情也有了 然后你的物质也有了 然后可能 然后这个梅花什么来着 我考考你们 哦 名声 对 名声对 非常好 爱情有了 那个物质有了 然后 名声有了 然后唯一 就是老天 他不会让一个人 就是一直那个 你知道吧 唯一可能美中不足的呢 就是可能 跟一个人 他可能就是 短时间或长时间 见不到面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只要有缘 虽然见不到面 但是只要有缘分呢 你看这三张牌 总会见到的 这就是 这这个牌真的太好了 真的太好 是中 是不是中 是上牌 上上牌 非常好 非常好 我真太棒了 我真太棒了 大家学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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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这真的非常好 太棒了 太棒了 把这牌洗掉 学 什么学完了 更高级的你们还没有学呢 更高级的你们还没有学呢 我这个都是跟我老师学的P毛 我明天 你怎么能给你室友下命呢 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 这种东西呢 就是 我老师跟我说了 对这个东西一定要保持就是 那种尊敬 就是一定要保持那种尊敬 这个不能不能随便那个的 知道吧 就是因为我老师他比较厉害 他就是传授了我一些技巧 所以说我能给别人那个 好了我们 我们我们先中场修计一下好不好 我们我要把这个大鬼给挑出来 把这个大的这个给挑出来 不好是吗 不好也要好 不好也要好 刚才中间有有那个礼物我没有谢的吗 有谁提醒一下我 有谁提醒一下我 有没有那个有没有看到的吗 有遗漏的吗 我要把这个就是休息一会儿 安心养神一会儿 但是你们一定要找我算 你们不可以 不可以觉得我在敷衍你们 不可以 你们相信我我一定 我我我还会破解的办法 你们知道吗 我还会破解的办法 谢谢 白胡子的巧克力 还有阿乐的巧克力 我刚才应该没有漏的吧 应该没有 我就是啊 对啊就是在认真算呀 不说这就是大鬼小鬼啊 这就是大鬼小鬼 这是大鬼小鬼吧 看这就是大鬼小鬼啊 这也可以说是小鬼啊 但是那个那个尖就是尖 尖就是尖 这个尖呢 他不是一 他就是尖 尖就是尖 尖是变不了一的 哦我的牌好像 但是这么看就感觉洗开了 这不是帽啊 这是尖 你们知道尖吗 不是H-E-E 他就是尖就是尖 看不懂 就是看不懂 然后二 二也很那个 二就是呢 二要不然就是最小的 要不然就是最大的 也太吓人了吧 我以为你要 A 他不A了 他哪里A啊 他是尖 这是我的我的我的法宝 这是我老师传授给我的法宝 我要好好对待他 我那个老师呢 就是 我是不会被我老师给骗的 我那个老师他就特别的棒 只有你们 你们只会被我骗 但是 我不会被我的老师骗的 我明天要去找我的老师 然后上课 然后他 他就会传授给我很多东西 这怎么能是两块钱一副的扑克牌呢 看到他这个高级精品没有 这是我老师他特意留给我的 这是我老师特意留给我的 就是 但是 但是这真的是精品高级 知道吗 你们那个跟我不一样 我这个是开过光的 知道吗 我这是开过光的 不懂 对吧 我这个是我老师亲手传授给我的 太棒了 我明天要去找我老师学习 他会教我很多很有趣的知识 然后呢 到时候我就不一样了 那句话怎么说 叫什么 那句话叫什么 对 ZZ你 谢谢你 对 他叫我连巴被我拒绝了 他就是那个坏女人 就是这个女人 你的什么 那个这个是个女团 对不对 就是那个女人 什么TW 什么什么议员会 不是 识别三日 什么 冰虫 那个 那句话叫什么 冰虫不可什么 冰虫不可什么 言语 对吧 但是这个也是这个意思 识别三日 光目三看 什么冰虫不可 当日言语 冰冰虫不可 夏虫不是这个了 是 是那个什么 言语 我还没有完全原谅 是什么意思 不语夏虫 他就是那块 女人 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知道吧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等我找完我老师进修以后 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我整个人都会飞升 你知道吗 都会飞升 就像这副牌一样 是不能活一个夏天的虫子 说冰啊 是吗 那跟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那是那个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是吧 是识别 识别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对不对 识别三日当刮目 但是我现在要中场休息了 但是我现在要中场休息了 这就是这么的不凑巧 我呢 但是其实你们 你们可以挽留一下我 就是 你们可以就是 再让我给你们算一算 比如说你们说 啊 你算的好准啊 你可以再帮我算一算吗 我最近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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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这样跟我讲一下吗 可以这样 好没有 没有人这样跟我讲是吗 真的没有吗 你们都不想 都不想找我给你们算吗 我这个找我老师教的 真的非常好 真的太好了 我怎么和你连麦啊 我怎么和你连麦啊 我怎么和你像我像连麦 你还说什么啊 等我算出来 你还说什么 我不能给你连麦 这个 这个 我 我 你不要敷衍我 我可以 我帮你算一下你什么时候回国 你离我们有多远呀 你跟我们的时差 你跟我们的时差是多少 这个人 时差有多少 他是我同学 他是我的同学 SUV 你跟我们的时差有多少 一个小时是吗 那就是一张牌 这就是 这一张牌呢 我来随机抽一张牌 要命啊 这一张牌呢 就代表你什么时候能回国 我认识 是吧 十个月就能回国 我真的太好了 这就是我老师教我的 怎么不 不是这样子 我不是这样子的 太可爱了 十个月以后公演 没事没事 十个月以后 我应该就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我就 我就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怎么就我就丢人他就可爱了 什么时候报复 这也双标绝无尽有 真的什么 什么时候报复 我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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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报复 下来SUV的奶茶 我来算一贯 你小波姬今年多大 小波姬 我好吧 小波姬 小波姬 来我们报一下年龄 如果你不报年龄的话 你可以报一次几几年的 这个必须 这个必须要报年龄 快点报年龄小波姬 小波姬这个 他这个名字我真的 就是该怎么说好呢 小波姬这个名字呢 就是很可爱 他就是很可爱 然后 然后 95年是吧 真的吗 小波姬 我怎么不信呢 你是不是在骗我 我来给你抽 我来给你抽 真的好可爱 真的怎么会有 怎么会有这种名字 好像孟琪 你们知道吗 真的吗 好 好 那我来了 五张牌是吧 五张牌里面 五张牌里面你来选 我不看你来选一张 你要第几张 你要第几张 从左数还是从右数 从左数第一张还是从右数 别用手 怎么回事 最近讲的 如果是就是 他其实默认是 男左女右 对就是 男左 那左边吧 左边第一张 五 这个五呢 他是 他是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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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还是五天 还是五十分钟 还是五十秒 还是五秒呢 还是五分呢 让我来算一下 让我来算一下 小波姬 小波姬 考验你人品的时候到了 这个是五年还是五个月 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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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就是联系一下我的老师 救命 怎么怎么样 好 他现在打开了 他呢 他是五个星期 就是小波姬五个星期以后 你就报复了 小波姬要报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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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抓住他 快点去报复了 小波姬五个星期以后 就要报复了 你可能真的要中奖了 小波姬你快去买呱呱乐 或者是买那个什么彩票 你绝对能中奖 真的真的 真的一定要买 一定要买五这个数字 贴贴 蹭一蹭 蹭一蹭 拜一拜 父婆五个星期以后 小波姬就 他就发大财了 你一定要去买彩票 小波姬一定要买 然后一定要买 就是认准 那个五这个数字 数字里一定要有五 数字里一定要有五 绝对要有五 有五呢 就是一定会中奖 说不定就中了五百万 最少都会中五百五十 你们知道吗 知道吗 就是 一定会的 会的 小波姬加油 那个代代那个叫什么 代付 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 那个什么全全 这是什么致富全村 那个叫什么 就是一人带带带动一路 小波姬加油 小波姬五个星期以后见 五个星期以后 小波姬就是 就是嘉心路第一女 你富豪 他就是嘉心路 嘉心路第一 有钱女拒绝 到时候把你的那个ID隐藏起来 戴一个头套 再把口罩戴好 千万不能让别人发现 你小波姬 笑死我了加油小波姬加油 还有没有人想要报复的 我觉得我今天算特别准 等一下我看一下 你怎么 你怎么回事呢 谢谢白胡子的奶茶 怎么回事呢 还有 还有小波姬的报复的奶茶 还有 我来看一下 还有SUV的 SUV的 SUV算了吗 SUV算了吗 SUV的报复一云道 今天今天希望今天 对吧算了是不是 是 SUV当时算的呢 是什么来着 SUV当时算的呢 是什么来着 SUV当时算的是不是也是很好 是吧 哦对 SUV是是什么时候回国 然后SUV呢就是 今天立马回国的音乐吗 为什么是六月七八是什么 六月七八是什么 七八号高考 哦要高考是不是 高考 高考世界是什么 哦每次你们知道一高考的时候 每次你们知道一高考的时候就是 我都很紧张 虽然我没有参与过任何高考 但是每次高考的时候我都很紧张 我为了那些 就是 为了为了那些 在奋斗的学子们 大学生们 为了他们 感到骄傲 为了他们感到自豪 我到时候给他们都算一贯 我到时候给高考的人 为什么你不用 为什么会提前步入 为什么会提前步入 我跟你们说 真的吗 真的 为什么会赶不上 哎我之前另名字 林倩倩 我觉得高考就是赶不上 那肯定你会不会是你起太晚了 哎这个这个人我好像对他ID有印象 他是不是就是那个人上人 就是有一个VIP的那个进来的 那个 林小涵也是没必要不要跟韩挂上关子 进来的那个那个 进来的那个客校 他就是人上人 对 什么 五家家几岁 五家家 人上人 不知道 做那个 这还能提前录取的吗 我想要啥 我不敢要 五家家 五家家 这次来了 我真的要笑死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 我可能直播间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个ID 哎我这张牌卡住了 泪衣 泪衣就是 厉害的意思 为什么 可是 不 你要你要跟这位勇士一样像 你开了这个你就是 你就是人上人 但是呢 但是 但是 但是这个VIP实在是太贵了 还是不要开了 谢谢阿乐的那一车 哈哈 我要笑死我 我真的要笑死我 他是他自己说的吗 你看又有一个那个带特效的进来了 他自己说的吗 尊贵 自己说的尊贵吗 不是因为我看着很熟悉 但是 看着很熟悉 啊你们怎么都能走呢 你们走了 谁来跟我聊天呢 谁来跟我聊天呢 感动了自己 你在内涵我 感动了大家 感动了自己 感动了大家 射死了自己 记得我可是我 我 你们那天到晚 哎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记忆力还挺好的 我觉得 我记忆力真的很好 哎 真的是只想笑 因为他后面那一句很好笑啊 是我上一段回音 失败回音的传 我是不是 对呀怎么能走呢 而且你们每次走了都会跟我讲一声 你们下次走的话 你们就偷偷的跑 你们就不要跟我讲 这样我就觉得你们还在看我 我觉得还是 还是这些人在 然后我就不会觉得孤单 不会觉得 不会觉得寂寞 嗯 那你们可不可以不要礼貌 就是你们这样吧 你们不要走 然后 对 你们不要走 然后也不要礼貌 然后 你们就是 等一下我该怎么说呢 你们不走 也不要礼貌 我们现在都在 对我们就各退一步 然后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愉快的 聊天 对呀 怎么就聊聊都不在了呢 现在还在的 在的 现在还在的 就是ID呢 我都记下来 以后呢 以后呢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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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什么 我们好像也没有握手 会 以后呢 就是以后 以后那就 嗯 你们看 你们回去 以后 还要算吗 你们想让我算吗 以后 以后握手的时候呢 我给你们 给你们一人 多一个 给你们一人多发一颗糖 给你们一人多发一颗糖 然后呢 然后毕竟糖也挺贵的 你们能有 给你们多发一颗糖 那要是一颗不行的话呢 那就 那就两颗 然后就不可以再多了 然后我就搞点那种什么批发的那种小零食 我就便宜一点 然后就 多给你们两个 多给你们两个 小波鸡要 就是要要多吃一点糖 因为他这个名字 他就是 他这个名字真的很可爱 就是很很心机 你们知道吗 真的很很心机 真的这个名字 这名字真的很可爱耶 我真的不知道有人 竟然还可以取这个名字 怎么办 我不 我是不是 K我太多次这个 这个点了 但是这个 在我的心里真的过不去了 不是 也不是不可爱 但是他的 他的可爱 他的名字可爱 就是那种 透露着心机的可爱 就是 怎么会有波鸡呢 这个女妻子就很可爱 你知道很像那个孟琪 你们知道吗 你们 你们肯定都 都打那个王者 对不对 王者里面那个孟琪 真的太可爱了 在那个 那个摸摸 你们知道吗 孟琪有个摸摸 他刚出那个动画片的时候呢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去那个 王者周边里面搜了 有没有卖那个摸摸的 这很可爱 他就是 他就是很那个 什么 打什么 啊怎么能 怎么怎么没有人打呢 什么那几个胖蹲啊 他不是胖蹲啊 人家叫 叫异兽 不是异兽 叫 叫怪兽 叫玩 不对也不是玩偶 就是真奇物种 真稀物种 真情 他就是 怪兽 怪物 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怪物 怎么能是胖蹲呢 人家哪里胖 人家才不胖呢 怎么能是胖蹲呢 真无语 人家叫可爱 你们知道还有 他们叫 他们叫孟琪 叫摸摸 还有叫那个 还有个叫什么的 好像有一个叫阿乐的 等一下 不对不对不对 还有个叫什么 叫什么 伤害了吗 哎叫什么 叫什么 不对 好像有一个叫 我搜一下 好像有个叫 叫叫什么来着 孟琪家族 我来看一下 孟琪家族 孟琪家族 孟琪家族的成员 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孟琪 你们听着就好 你们要假装 你们知道的样子 你好 我叫林嘉宁 你们我当然能记住 我当然能记住 我当然能记住 叫叫叫孟琪 砰砰 阿呆 不是阿乐 不是阿呆 是阿呆 是阿呆 我就说很像吗 就是阿乐 乐跟呆孟 就是 都有一个阿 对 叫阿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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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呆 阿呆就是那个 阿呆就是最火的那个阿呆 就最多人喜欢他长这个样子 给你们看一眼 不是在骂你给你们看一眼 他长这个样子 可爱吗 这就是阿呆 正是孟琪家族里面阿呆 肥肥胖胖的 真的好可爱 真的好可爱 肉嘟嘟的 肥肥胖胖的 好可爱 怎么能是最胖的 但是你们不觉得很可爱吗 他是最火的 不是没有 阿呆很胖 但是阿乐比较瘦 阿呆真的好可爱 真的好可爱 然后还有一个叫啾啾 小鬼 我发现这个叫双目小鬼 他嘴巴好毒 他是不是你们朋友当中嘴巴最毒的 是不是 他说他既然能说是最胖的 他才在内涵你 然后还有就是摸摸 我命运的摸摸 我命运的摸摸 摸摸真的太可爱了 他真的好可爱 他头上还有个蝴蝶 你们知道吗 天哪就是感觉孟琪家族 最最那个的 怎么能是孟琪出道吗 怎么怎么能是孟琪出道呢 哪有 我很痛 好了你们你们现在知道了吧 你们不玩王者 你们也知道这是谁了吧 但其实我也很久没有玩了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我现在跟游戏这个东西 已经没有任何联系 因为我在跟游戏 因为我每天要干什么 每天要85 每天要8站位 我每天要8站位 然后呢每天要学习 每天还要找我的老师 让他传授一点我的工 就是传授一点他的工给我 就是 就是非常非常忙碌 游戏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呢 游戏 游戏这个东西呢 就是 游戏这个东西可能跟我最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我算命是最近才那个的 让我老师等会再教我一点点东西 要让我老师把这两个大鬼小鬼给加进去 然后他还要教我怎么破解那个黑心 那个黑心绝对是可以破解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破解 怎么会不知道怎么破解呢 就是让我的老师在传授我 在教我一点 你模仿他 梦一个和前辈 哎呀 你模仿他 但是 哎呀我其实我在想过 我想听 我我到时候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我到时候我的词汇就会很很丰富了 我想听 我就很丰富了 我就会很丰富了 来我帮你算 我来帮你算 就不 我来帮你算 你摸摸他的疼 不会的 但是 817是不是也要算 先给817算吧 我来给你们算 我算真的非常准 不信你问他们 不信你问他们 真的非常准 你问一下 你问一下在座各位 刚才我算的是不是特别的准 对吧非常准 然后呢 然后你怎么说 你要算哪一种 你是想算我跟你说 有一个非常难的算法 他就是算两个 他是算四个 前两个是关于你自己的 后两个是关于你跟其他人的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 还有一个是更更那个的 就是你你跟我讲一件事情 然后我直接跟你算 可以讲 我们先817开始了 817要什么 817要算什么 你直接跟我讲一件事情 还是说 算你自己的这个人 还有你跟你身边的人 我等下把这小鬼给挑出来 把这个大的也挑出来 我和粉丝呢 我和粉丝呢 明明就是 明明他们俩作用也差不多 可是一个彩色一个灰色 这个小鬼真的要生气了 哇他是小鬼 哎 这个是小鬼哎 这跟你的名字 跟你的ID是一样的哎 你长这个样子吗 什么都想 好可爱好想 你长这个样子吗 好可爱 啊 他骂我 有人骂我 有人骂我 怎么怎么会有人骂我 他骂我 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啊 我是说 你是要跟我讲准确的一件事情 你是跟我讲准确的一件事情 我来给你算这件事情 还是说算你自己本身 和你那个其他的人 对啊 我要挂他 但是我不敢挂 我怎么可以挂尊贵的VIP 他眼里 后者是不是 好 那就来吧 开始 我来洗一下牌 开始了 这个时候要 要尊敬一点 这个时候要严肃一点 我去念完我就下波 我就下波 我就下波 我去念完我就下波 我要严肃一点 很好听啊宝贝 严肃一点 我们 别呀 别呀 你再给我闲闲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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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从一到十二个里面 选一个数字 选一个 选一个 八十七块钱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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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 八 八是一个黑心 八是一个黑心 是自己 就是 你知道 这个东西 它 它准就准在哪里 第一个是一个黑心 第一个是一个黑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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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身体有点虚 不要这样子 就是 因为你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都喜欢吃外卖 但是外卖它是对身体非常不好的 然后经常吃辣 经常吃凉的 你知道夏天又到了 不能天天吃凉的 说明你的身体呢 可能会 如果你要再继续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点点虚 有一点点虚 知道吧 我要算命呢 小周 很少吃外卖 那就是 就是 那说明你的 就是 最近多喝一点点粥 然后要吃的健康一点 然后继续保持 这张 这张牌呢 可能就只是一张检告牌 它可能对你没有什么 可能对你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它可能只是想跟你说一声 它可能只是想跟你说一声 就是 夏天的话呢 你就 你就小心翼翼的吃冰 不要让你的身体发现它 就不要吃太多 它提醒你任何事情要 要适量 不能吃太多 这是第一张牌 好第二张牌 第二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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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发现 对不要被发现 然后现在开始第二张 现在开始第二张 第二张 我没有 喝醉了 那你吃一点那个的 你问他们准不准 是不是 我没有 哭啊 第二张 第二张是一张红心 我没有 哭啊 怎么回事 第二张是一张红心 你们知道吗 第二张是一张红心 就是 就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 你那个 你那个 这是 第二张是对自己 对不对 第二张对自己的话 就是你可能最近要有一段恋情 你可能 要有一张 你可能 你可能要有恋情了 可能有一个 非常好的恋情 说明你要就是 打扮的花枝招展一点 迎接你的 你的春天 知道吧 他代表着就是 约会 代表着爱情 你可能 你也要 这张牌非常好 这张牌 你看他这个牌也很大 说明这个几率非常大 桃花开了 真的桃花开了 春天来了 好就这样 然后第三张牌 第三张牌 第三张牌 疫情出不去的话呢 他说明你会有网络 你可能要在网上 就是寻找你的 你的爱恋 知道吧 你的爱恋 可能就在网上 知道吧 就在网上 可能就是在QQ里面 什么 你们 你们是不是 然后 四 一二 不对 四是不是选过了 那是一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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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牌非常好 是你要想一个人 你要想一个人 你可以说你也可以不说 然后这个人呢 你跟他之间说明你要跟他约会了 结合你的上一张牌看 你的说明你的爱情愿本来就已经好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跟你心里想的那个人呢跟你又要约会了 这说明什么 好事成双 你们俩真的可能会在一起 没有了 真的 你们俩真的可能会在一起 快点想着 没有了 七 一二三四五六六七 这是我要回味一下 感受一下 最后一张牌是什么呢 是一张黑心 但是你真的能 是一张黑心 说明你跟这个人呢 这是你想的是一个人吗 你想的是一个人吗 你想的 这张牌呢 它代表着离别 是一个人对不对 他想 他代表的是离别 就说明了 你 你本身桃花怨就很棒了 你主动的去约他吃饭 但是吃完饭 不是 吃完饭总是要各回各家 对不对 总是要各回各家 但是因为你本身的这个运气非常好 说明你们还有下一次机会 不是 就是 没有拒绝你 但是你们吃完饭总要回家 对不对 你们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影 然后还要一起干嘛干嘛 你们肯定第一次的时候也不能干嘛干嘛 你们肯定要回家 对不对 这就说明着第一天的时候不能着急 不是 说明着你约他出来吃饭以后不能着急 要先 要先小离别一会儿才能有后面的进展 知道 比如说第一天吃完饭以后你们肯定要回家 然后第二天再约他出来吃饭 对 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知道吧 这三张牌是非常好 三张牌都代表着 你这四张牌整体来说代表着你的什么呢 代表着你的爱情 代表你的感情 但是 他有一个这个心 就说明你们的约会地点不能选在太过不干净不卫生的地方 知道吧 没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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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非常美 他就是非常美 总体来说呢 这个牌其实还是很好的 对 整体来说对 还是非常好的 非常的不错 我把牌洗一下 怎么 我把牌洗一下 对吧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在抽 但是 哎 你这话我都可能就 我我就有点生气了 什么叫这女的 他是尊贵的 那个什么 我把牌洗一下 怎么我是这女的是吗 把牌洗一下 好 好 谢谢那个 817的那个运势费 然后 我怎么会死琼 我这么有文化 我这么有文化 好了 开始到这个谁了 到这个谁了 你要选一个你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问我问题 就是你可以直接问我问题 然后呢 我还没有发牌呢 怎么就溜了呢 等一下 没有再压 没有关系 没事 不过这个真的写的很好 你不然能记住我说的话 我来看一下 真的吗 想问什么时候结束那个吗 那我就直接那个就好了 那我直接 直接跟他 直接跟他讲就好了 你那你 你要把我 你要你要把你的那个 你要把你的那个跟我讲 那就不用 那你就可以不用抽牌了 你就 你就那个 你就那个 你把你的那个年龄告诉我 年龄告诉我 或者是你的 你的出生日期告诉我 不是出生日期 是把你的你的你的那个月份告诉我 99是吧 99好 99那就是抽一张 99就是抽一张 我的 为什么你们替他回答 99抽一张 99抽一张 是一张 不是 是 哎 等一下 这个 这个不是 不是 他这个不能算是一吧 重新再抽一张 再抽一张 很小的 再抽一张 一点点 很小不愉快的 再抽一张 这个 这种算的话 就要把这些东西给加过来了 然后我我洗一下牌 我要洗一下牌 对 那天不再就是 就是这些人 他这个牌有点硬 你们你知道开过光的比较硬 是不是 然后随便抽一张牌 随机抽一张 那个直播删掉 随机抽一张 就是 抽一张抽一张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事情 不想让 抽一张 怎么又是这个 不想要留下不快的事情 所以我把它删掉 哈喽呀 晚上好了 怎么又是这个 道歉快 哎又是这个 那两次都是这个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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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在算命呢 命中注定 这是本A 什么叫 你去问他 什么叫林嘉宜 可以一个你打两个 你去问他 你去问他 你去问他什么叫林嘉宜 可以一个打两个 你去问他 不行 我为什么两次都抽到他 等一下 等一下 太宠着 太宠着我可能会飘 是不是 给大家看 不是 为什么两次都是A呢 不是 不是 我再给你一次 不是 他这个说明 不是 对 他说明他 这个A呢 A其实是不在数字里面的 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说到年份 但是A他不在数字里面 A是无解的 是什么道歉大会 不用 A是无解的 对 因为他是字母 所以他他是无解 然后呢 这个老师 哦 是吗 哦 是这样子吗 这么直白吗 对那他就是希望他 希望他 希望他能够找到他命里的那个 希望他能找到他命里的那个 就是怎么说呢 是好也是坏 因为你要是单身的话呢 就是说明你的缘分没有到 知道吧 就是可能你要专心搞事业 或者是干嘛 为他祈福 大家为这位女士祈福 大家为这位 99年的 找A的那个女士祈福 他他他他他还在读书是吗 那就祝愿他好好读书 祝愿他好好读书 对 就比如说今天读这个很快乐 你们怎么说 我生动的 搞笑 你们 你们 对 就是代表着你的学习会一直 一直都是A 都是A加 知不知道 代表着你的学习就是A 为这个 为这位 为这位 他是 他是 他不是女士 他是为这位女孩祈福 希望能找他的 他的A 他的E 对 他的学业有成 他的学习和工作以后评价都是A加 对 什么都得A 什么都是A 但是有些不该A的地方 希望他可以是B 可以是C 今天确实又有表演 又有问这话叫 希望他 这么密啊 为什么说的这么 说的这么 说的这么 这么直白 希望他不该A的地方也可以是B也可以是C 好了感谢这位同学的结业费 然后下面一个到谁了 还有谁要算 不是你们可能新进来的不太明白 是吗 还是A 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们就是我在 你也需要是不是 好 那就 那就开始了 你是要直接回答问题 还是说你要算你的 你的个人 和那个 你的 你的 你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还是说你直接问问题 就是需要你自己选一个 但是一定要很很虔诚的选 就爱情 是吗 好 那你要你要给我提一个问题 你要看桃花 不是你要跟我提问题 或者是 你要跟我提问题 或者是 你抽牌 就是看你的两个 你什么时候脱单 是不是 好那你是几几年的 你是几几年的 你是几几年的 你一定要把你的年龄说出来 不然就不准了 你一定要说 而且一定要很虔诚的说 真的 就是 你看着看着就会了 98年的对不对 好98年的抽两张牌 你看着看着就会了 我可以抽牌吗 可以 你用你 但是你要你要给我 你要给我那个运势费的 你可以请我吃一顿海底哦 然后 然后这两张牌 这两张牌 你随便选一个 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选一个 选一个 左是吧 好那就是左 是 这一张 四 四 这个四就很有灵性了 知道吧 它是看人品的 它是看人品的 你们知道那个小波鸡曾经看人品 他五个星期以后他会报复 然后那个SUV他看人品 他十个月以后就会回国 这是看人品的 那么32的人品究竟如何呢 我们看他这个是四年还是十四年 还是四月还是四秒 还是四分还是四星期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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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 现在答案我已经有了 答案已经在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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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一张四 它是它是这里有个四 这里有个四 然后1234 这每一个四呢 这就是这代表半个月 这也代表半个月 他们加在一起就是两个月 就说明你还有两个月就会脱单 就说明你还有两个月就会脱单 两个月 这个两个月呢 可能是比如说你正式跟他谈了以后才两个月 但是你这两个月的时间 你可以用来跟他就是有那种亲密接触 知道吧 就是创造机会 两个月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 我觉得非常好 这张牌呢 而且你看呢 它这个它不是黑心 它也不是梅花 它也不是芳花 它是芯 它说明你两个月绝对会遇到你那个真命天女 不是 就是比如说一起出去吃饭啊 一起去看电影啊 一起牵手 这些都算是亲密接触 两个月 绝对多久的对 你还有好 你还有我等会再看一下 我不要打岔 现在大师正在算 那我西装了 就是吃饭看电影 这些都算亲密接触 两个月 你只要等两个月 我觉得比那个 比那个A好 两个月其实不长也不短了 比A好了 除了是那看你们了 看你们自己了 我觉得非常好 然后呢 我觉得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觉得那位女士 那那位95年的女士 没有在 绝对没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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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长 代表两个月以后 你就会脱单 非常好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拉残 等一下 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今天为什么不要暴露年龄 别人又不知道你是95年的 没脱单 怎么会不脱单呢 没脱单就说明功力还不够 就是我马上去找我老师再去前行 去修炼一下 前行去求学 我明天就去找我的老师 我明天就去找我的老师上课 知道吗 我会去找我的老师上课 怎么样才让我去 就是 我可以帮你算 然后呢 但是小波姬虽然是95年的 但是小波姬他五个星期以后就要报复 他就要报复 小波姬到时候要换一个ID 然后在那个剧场的时候 把那个口罩戴起来 隐藏的 隐藏起来 真的你就带一个那个 但是你报复以后你要跟人家说我算的很准 然后大家都会找我来算 大家都会找我来算 你就是嘉心路 你就是新梦剧院嘉心路 最那个最什么 最那个什么 最有钱的 最有钱的女巨角 你就是富婆 你就是富婆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还有没有人要算了 都十点多了 你对了 还有我的那个算命的那个没有关系 你可以下一次再补也行 你可以下次再补也行 反正我们这个没有要求多少鸡腿 就是很随意的 就是多少都行 就是 59年什么 你怎么会被骗呢 你怎么会被骗呢 我们没有固定的鸡腿数量 就是随意 你们怎么被骗 你们怎么被骗 你没有被骗 你一杯奶茶 是不是 一杯奶茶 你 你学业 你学业有成 多划算 就是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 你们可以问我一个问题 或者是 你们选四张牌 前两张牌是你们自己 后两张牌是别人对你们的感觉 脱单现在 那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大师跟你讲一下 就说明脱单对现在的你来说 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你现在呢 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你现在就是 A加 知道吧 就是你做什么都是A加 对 这个天降大任 我以为是那个 那个我想到了那个谁 我想到了任人 然后 然后 你和刘亦菲呢 你和刘亦菲的感情 我可以帮你来算一下 我可以帮你来算一下 你是99年了对吧 我可以再帮你选一张牌 看一下你和他什么时候能相遇 我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 救命啊 救命 等一下我发誓 我敢发誓 我敢发誓 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等一下 我敢发誓 我发誓 我真的发誓 我对着我直播间所有人发誓 如果我要是故意的 大家都脱发 等一下 大家就脱发 为什么又是A 为什么又是A 等一下 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我敢发誓 我真的 大家缺一个 我救命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相信了 我忙抽一个再试一下 这次不是A 等一下 为什么又是A 为什么又是A 可能你选择了刘亦菲 刘亦菲 可能你选择了刘亦菲 但是刘亦菲 他希望你事业有成 你选择刘亦菲 你选择了爱情 然后爱情让你选择你的事业 我真的要笑死了 我真的要笑死 救命我真的发誓 我真的发誓我没有作弊 如果我要作弊的话 我直播间的人都脱发 友谊吗 你可以去找一下 我真的 我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会抽到A呢 我想到一个问题 我想到一个问题 我看一下那个 你前面的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皇冠 不是有一个帽子 他就是一个尖 我建议你去把那个尖换掉 你就再 你就会脱单了 真的 你就会脱单了 你真的会脱单 谢谢学习和 和 和找A的 怎么办 他真的好搞笑 和找A的 和学习有A的奶茶 然后呢 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 就是对 把这个头罩换掉 你就可以拒绝 你就可以再不孤单了 真的 你去跟那个谁一样吗 你就换成那个 像什么 学习不是有什么A加这种吗 你去 要不然你就把它去掉 要不然你就换成那种什么 像小伯基 这种粉嫩的爱心啊 或者是前面有那种 那种 哎 这个谁有个盾 这个三二这个盾 然后 然后你就换成这种 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青 就是你就换成这种吧 你就千万不要再戴这个帽子 我觉得这个帽子 可能就影响你脱单的那个进度 知道吧 然后呢 然后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明天要去找我的老师进修一下 进修一下这个课程 其实你这个A 你这个A是可以破解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学会怎么破解 等我学会我再帮你破解 好今天就下一场再算吧 我们下一场再算 大师下一场再算 大师现在开始闭关了 要去找我的那个老师再去教一下 让他教一下我的那个怎么破解 知不知道 然后 然后怎么这么快就拜拜了 然后呢 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真的要笑死了 我真的要笑死了 对呀不要走 对呀不要走 哎对我可以以后帮成员算 谢谢阿乐的小可力 然后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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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不舍就是挽留一下吗 有人不舍挽留一下吗 好没有 好就这样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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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